世界真精彩,赶快看一看 大家好,欢迎来到5月6日开录者的快看新闻 华盛顿特区联邦法院法官在昨日裁定 美国疾病控制急预防中心在去年新冠大流行期间 颁布的禁止驱逐房客命令预阅了权限 这份命令恐将失效 据统计,全美租屋民众当中平均每5人就有一人无力缴房租 为保护这些民众不至于失去住所,增加感染风险 联邦疾病防治中心CDC在去年9月曾宣布 全国禁止房东驱逐房客的命令,有效期到今年1月底 拜登总统就任后又先宣布延长到4月,后来又延至6月底 但是昨日,华府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 CDC这项命令逾越了权限,应该失效 司法部随即表示将会上诉 支持禁止驱逐令的人士表示 这项措施有其必要 因为疫情冲击下,许多租房民众仍然面临经济困难 联邦法院的这项裁决可能导致数百万计访客失去住所 反对禁止驱逐令的团体则对此项裁决表示欢迎 认为CDC的这项命令原本就侵犯了人民的财产所有权 也使房东们陷入财务困境 全国房地产商协会就表示 政府要帮助租屋民众在疫情期间处理缴房租的困难 应该是提供房租补助 而不是禁止房东较不付租金的房客搬迁 接下来是有关加州最新的新冠疫情消息 以及有关新冠疫苗的报道 加州最大也是人口最多的县 洛杉矶县在昨日已经进入疫情最轻微的黄色级别 是南加州首个晋升黄色级别的县区 根据加州经济重启四阶级的指标 各县要想达到黄色级别 该县必须连续两周每10万人新增确诊不超过两人 洛杉矶县将推出更宽松的防疫限制 但仍不鼓励在室内举办大型聚会 并劝民众继续做好个人防疫措施 由于全球疫情严峻 各国急需疫苗 美国政府5日宣布 支持放弃新冠疫苗的专利保护 并愿意协助各国自行增产疫苗 加速终结疫情 美国将透过向世界贸易组织提案推动此事 但目前组织成员国中 已经有英国和日本等国表示不支持该提案 并且也有厂商的强烈反对 此提案是否通过仍然充满变量 美国生纪公司莫德纳今天表示 原本一般认为 在南非和巴西发现的新冠变种病毒 能抵抗现有的各种疫苗 而现在初期人体实验资料显示 只要追打第三剂疫苗 无论是莫德纳现有疫苗或实验中的升级版 都可提升人体对巴西和南非 变种新型冠状病毒的免疫能力 莫德纳也正积极研究 将现有疫苗和能对抗变种病毒的疫苗做结合 希望能制出最具免疫力的疫苗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中华第一进行教会 日前获得曼哈顿下沉文化协会4500元的奖金 以支持该教会名为 披露街21号的社区活动项目 披露街21号是曼哈顿中华第一进行教会的社区活动项目 由已故华裔摄影师李扬国构思 以及教会牧师李泽华 执事朱超伟和共同创办人武力青等 合力在2017年成立 透过定期举办各种摄影展 旅游展 电影播映 演讲等 来推动亚裔对社区贡献 也让民众更多了解亚裔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去年由于爆发新冠肺炎疫情 该项目不得不暂停活动 现在疫情好转 预计夏天将再次举办各样节目 对于此次获奖 第一进行教会负责该项目的团队表示欣喜 将使用奖金来帮助更多人认识到 亚裔在美国社会的贡献 减少人们对亚裔的误解与隔阂 下周二 马来西亚进行会神学院将举办线上神学论坛 从宇宙和生命的奥妙探讨上帝的存在和无限 因为新冠疫情 马来西亚进行会神学院的神学论坛采取线上举行 本次论坛主题是 宇宙与永恒 论坛的四名讲员为 黄家生博士 博友成博士 梁彦成博士 与马来西亚进行会神学院网美中院长 机会难得 讲座时间是马来西亚当地时间 5月11日晚上8点30分 有意参加者请扫二维码 或到神学院官网查看详情 这就是今天的开录者快看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请记得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